《八卦的经验》 《解体验语》 《经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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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时修完了之后 套汇来师还会继续我们 今时的修法 下辈子你要记得的话 会继续忘了就不继续 法华经里面 不是有弥勒菩萨跟文术的对话 一开始 你们看经常看不记得 不是佛又放光 说要讲法华经 文术菩萨就 弥勒菩萨问文术菩萨 说佛这是干什么 又放光今天斗地的 要干什么 是要开法会吗 文术菩萨就告诉他 你不忘了 上辈子咱俩一起听法 是吧 然后呢 佛就这样今天斗地的放光 然后讲了不法华经 今天肯定又干这回事了 又要讲法华经了 是吧 弥勒菩萨我怎么就没记得呢 所以你上辈子叫穷弥菩萨 被名利迷惑了 这辈子忘了 迷失了心智 就像喝了孟婆桃不记得了 你知道吗 你不是 大家孟婆桃比较熟悉啊 名利好像搞不清楚 如果连菩萨都容易忘了吗 还是人家不容易忘了 肯定 所以继续干净 趁着这辈子好好修 是吧 政国也许下辈子会回一起来 你看文书就没忘 是吧 也差不了多少 迷了不知就是求了点名利嘛 求名利就是 他把心思全约在名利上了 这就叫学生上课嘛 他把心放在文上了 他能记住观课吗 是吧 我们的记忆就能 你老是记不住吧 虽然什么都留有痕迹 你就记不住了 这个阿罗汉是 他这个阿罗汉是什么 他是属于有余念盘 无余念盘 有余念盘 反正佛里边起了几个名字 一个叫有余念盘 一个叫无余念盘 无余念盘就是说 你正的生命法 已经正到大念盘境界了 就是说生命 就是说 不找生命的像了 生命灭亦正到无生法人了 就是说 已经知道轮回是个假象 时间空间虚幻了 已经没有生命的像了 没有无生命法这回事了 所以进入大念盘境界 阿罗汉呢 是正的生命面一面的 取了另一个境界 叫寂命为乐 他取了一个 那个境界是不究竟的 知道吧 这个境界还是个幻境 所以他等于在华城里面 住在华城 但是呢 因为他在这个寂命境 能定很久 他可以不出定的 所以他定很长时间 他不轮回 比如八万大节 九万大节 这样的时间 他坐在那几百年不出定 他不出定 他就不死 知道吧 他就可以器重卖琴 你看很多的高盛大的 印度 他坐在那 呼吸都清止了 只有心这一块 有威系的一面 心气啊 在威系 但他是活的 你把脉是把不到的 在医学上 他是死人哦 你没有脉 没有意识啊 但是你摸他心窝口 这块有些暖暖的 有些气息啊 是吧 你把他 你把那个牛毛 放在他 鼻子上 他用意识微热的 他就是牛毛能脆度的 微热的意识 跟死人是没区别 但是他器重卖琴 坐在那 寂命为乐 他没死 但是呢 他不出定 他就不死 他就不露回 这叫有云烈盘 就是他还 他有一天出定了 他这个烈盘子也不究竟 他只要诸原具 说突然有钱就出定了 有缘起啊 或者什么别 他就出来 出来以后 他就忘了 我现在是在哪里啊 我 我现在是什么 就很多 很多 罗安出定以后 他就迷失了 迷失以后 他出来以后 当然他有证量 他可以继续入定局 但是他对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会迷糊 什么也不知道 他会问啊 我现在几几年 几月几日 我在这多久了 等等的 这个世界的很多事 他是屏蔽掉的 不知道的 大菩萨的游戏三门 不会的 他会了了分明 每个境界 他出定以后 这个世界也是知道的 但是你在寂寞为乐 你是不知道的 比如定了300年的阿罗汉 做的300年出定以后 他不知道这300年 人世界发生什么 他还要求神通去看 求宿命头 神通去看 那大菩萨 这300年如果入定的话 在游戏三门里边 他可以同时知道 很多维度 他出定以后 跟 他还是知道的 就是说这个维度 发生过什么事 他是寥寥分明的 所以他那种 请长假的状态 就是 就是长时间住在基地中创的 叫请长假的 叫有余涅槃 就是把他的正量境界 叫有余涅槃 不是说他是 就是他没有彻底 就是说他没有正如佛的大涅槃境界 那他还会罗魁呢 当然会啊 怎么不会啊 有余涅槃 他没从罗魁中解脱 在华城里面 那一地菩萨是不是 这种文入菩萨 初地菩萨 不知道会不会忘掉 在卢魁上 当地菩萨 其实这些概念啊 我也学得不好 你去网上查查嘛 我真的 什么二地三地里边 大家差多少分 其实我真学得不太好 所以你这些 最好是找那些资料上 严谨的说法 万一我说错了 他妈说我 你看你写得不好 你还是问我第一地 不是把你照 不是很多 这个讲法真的是 因为我们是聊天 有时候随便说啊 很多概念啊 你一个是说错 大家就敲 很敲气的说 咦这句话 别人是怎么说的 哪个经典是怎么说的 这句话你说的 这个界限不明了 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不影响 你目前登地 所以不用说了 万一我说错 是吧 会有很多讲法的老师 讲得很严谨的 那些老师真的很 很赞叹 我经常说话 就是随便说 所以你可以 跟那些老师 请教一下 这些概念上的问题 就是我听你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我听到 你说话 你不知道我讲清楚 我听到你说话的 就那个我就出来了 然后声音没有的时候 那个我消失了 又一个你 又一个出来 当我不分别 不分别这两个我的时候 我安住的时候 你分别自己了 分别安住的境界了 你总会有 分别心没听 我谁也不听了 我定了 我静了 我一个人待着了 在你没决心之前 你没正量之前 分别执着一直在那 暴想一直在那 所以阿罗汉 不是把所有的一切 都见闻 就是全屏蔽了 根层全没了 他还住在一个 认定的境界界面 灭尽一切的境界 灭尽定嘛 灭尽一切法的境界 他就安住在那个境界里 很开心 他觉得那个境界 可以不轮回很好 就啥也不干嘛 就说不轮回嘛 很懒 你懒来试试 阿罗汉的离奇区域 能做出气作脉情 这些境界 对周生修学帮助很大 他不是在见底的 是他们做了保养 因为这个很快 离奇区域去全身心的抛弃 然后修书的能够进入定态 而且有神变 神通 其实初期很多人 就看到阿罗汉的这些境界 他会跟佛学法 就是他会迅速的 有一些觉得挺厉害的 佛觉得 完了把他直接一交 在这个基础上 很快就进入菩萨的圆满 混小相当 分两种阿罗汉事故以后 不是分成两派 一派是动根阿罗汉 就直接寂灭为乐去了 一个是混小相当 进入菩萨道 然后你宝华琴讲理 讲的里面的三车 后来 三车后来遇到他 嗯 所以说的那里面 那是洋车 洋车和 大白牛车是比喻说 佛会把他的最高之介 第一地给你的 因为阿罗汉不求 武上正能正觉嘛 虽然他不求 佛还是给他讲了 法华经嘛 就是说 我还是给你大白牛车 因为阿罗汉觉得自己说 阿罗汉有下廉之心 小诚心态嘛 他不想求 他不想做菩萨 他觉得一切没意思嘛 佛放光啊 今天到底这些幻境嘛 幻境有啥意思 是吧 幻境没意思 但这是不究竟的东西 其实有 你有幻境 其实已经有黏着了 幻境是个定义 其实没有幻境之马 在根本之介上 有真实才有幻马 所有的都是你比较出来的 是吧 所有的定义都是在化成里面 所以他不究竟嘛 而且他住在化成里面 他就不想动了 他觉得 反正我也能几百年 不轮回 你要知道阿罗汉的 他是灭境定啊 我们人力感觉到八外大劫 他定了三百年五百年 但对他是弹指一下 因为他在那种境界里 时空很短 觉得他打了个盗 已经出三百年过去了 所以他也没快了多少时间 他也寄灭为乐 没寄乐了多久啊 他刹那之间就出来了 而我们这儿已经三百年 那他这三百年都要逃脱了 逃掉了轮回 文字概念游戏啊 你只要住在化成里 苦就没断 就是这样 轮回就没断 人家里有两百年 那么多么 之间 还不再任何事 什么事 那边 那边 我找到 那边 拥有 那边 和 不再任何事 然后 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